如果說世界上有個地方叫做天堂 那一定就是這裡了 所以現在先不要吵我 讓我好好在這裡放空一下 再來想想等一下是什麼地方走一個 義大利一個環地中海的國度 這裡是古羅馬帝國的發源地 我之前就一直在很多的 那個風景明信片上面看到是一個萬神店 這裡到處是教堂與美食 現在就跟著若亞一起發現地中海 發現義大利吧 菲倫翠有著詩一般的名字 根本它不是座教堂 它是一座大型的藝術品展現在那裡 這裡是文藝復興運動的搖籃 有著眾多的歷史古建築 踩在這一千多年的屋頂上 我的天啊 數不清的事蹟讓你買到手軟 眾多的美食讓你胃口全開 我這裡面有感觸到濃濃的駕香味 請跟著若亞的腳步前進菲倫翠 發現地中海 哇 若亞終於到了 好 怎麼樣地印象感覺如何 我覺得這裡好冷喔 你看都有煙啊 我講話都有煙了 沒錯你知道嗎 其實義大利中心是羅馬 羅馬往上就是北義 就是以羅馬來區分 那北義的南義溫度上面的差別呢 大概有六七度 講到這個啊 我有個疑問耶 就是為什麼這個地方啊 我們又常常看到它的名字叫做佛羅倫斯 然後呢 也有名字叫它是肥冷萃 那兩個都是同一個地方 可是為什麼要叫不同的名字啊 就義大利我們跟英文發音不同啊 那這樣子都已經拿到義大利了 對 你要教教我這個地名 它這個義大利我應該要正確發音怎麼念 好 我來學一下 義大利 肥冷萃呢 義大利文發音是Firense 啊 再一次 Firen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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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剛剛吐出來了嗎 你那個字我怎麼弄到 好 我跟你說 秘訣呢 就是在於你的舌頭呢 要放在那個牙齒的後面 上門牙的後面 輕輕的頂著它 輕輕的頂著它 然後呢 你不可以用力喔 所以好 放鬆 然後呢 吹氣 試試看嗎 好聽 算了 我們還有很多事情要做 我記得你跟我說過啊 你啊 又想買這個 又想買那個 又想買這個 又想買那個 我告訴你 在這個城市啊 我怕你瘋掉 你會失心瘋 他們都有嗎 有 啊 那還等什麼 我們趕快去那個旅館去 KING放行李啊 不然我們怎麼逛 這麼急嗎 快點啦 走啦 走啦 好啊 哎呀呀 相信很多人聽到 斐冷萃這個名字 都會覺得帶有一點點的失意 而且很有氣質的感覺 其實不管是在英文裡面的 Florence 或是在義大利文裡面的 Felente 這意思呢 都是跟花有相關的 所以斐冷萃也有個很美麗的名字 叫做花之都 那說到斐冷萃怎麼能夠 不提到徐志摩呢 因為斐冷萃這個名字 就是出自於 徐志摩的翻譯 如果你有讀過 徐志摩的散文 你就會發現 在它底下的斐冷萃 是非常適合漫步的地方 既然 如徐志摩 米卡朗基羅 薩文西 拉斐爾這些大師都來過 你怎麼能夠錯過呢 好 弱鴨 蛤 你弱鴨 幹嘛等一下啦 黑公了啦 好啦好啦等一下啦 好啦馬上好了 馬上好了 馬上 等一下再看啦 你不知道再看了 買不夠多嗎 拜託 等一下等一下 這第一個地方 你已經破千了 等一下 我剛剛真的看中一個 可是我的歐元沒帶那麼多 我等一下真的要跟你借一點 什麼 嗨 陷阱已經花掉了 你們陷阱花得差不多了 我今天在看了 對不起我沒有帶錢出來 拜託 妳看看妳看看妳這裡 琳瑯滿滿的全都是賣皮的 這叫我怎麼能夠不心動呢 可是這才第一站耶 第一站 我跟你說啦 沒關係 因為肥冷萃這裡 就是走到哪裡都是市集 都是市場 都很集中 而且重點是什麼 你知道嗎 我們都不用搭車耶 差不多都可以到了 都可以到對不對 是不是有超好購物 好方便喔 我剛才一直要跟你講說 不可以吃新風 難怪 結果第一站就這麼風 接下來怎麼辦 我不管 我就是要吃新風到底啊 等一下等一下 我們還是要進點就是 比較有文化氣息的東西 然後在這個地方呢 有一個呢 已經跟我豆豆一樣 已經被摸了這樣的一個金珠 想不想去摸一下 是傳說中 傳說中 傳說中 那個會Lucky的金珠嗎 沒錯 快 好不好 我們趕快去摸摸它 Lucky一下順便給你撿到錢 然後我去買樂透 我去買樂透 跟製作人買樂透 好不好 好像在 在哪邊啊 那個方向 好…我們去那邊找一找 走吧 OK… 這一間專賣皮脊瓶的市集 位在一座 近於16世紀的梁郎之下 因為有了一隻 能夠帶來好運的金珠 在這裡坐鎮 所以也被大家俗稱為 小豬市場 你知道它為什麼鼻子這麼亮嗎 你知道嗎 我只聽說啊 就是這隻傳說中的金珠呢 如果你來的話 你摸摸它的鼻子 會對你帶來好運 會有Lucky 是這樣子嗎 對 而且呢還有一個 如果呢想要更靈… 就是讓它實現你的願望的話呢 願望 就拿一堆錢 然後在舌頭這邊呢 把錢放在這裡 然後讓它呢 就滑下來 然後它就會掉進去 喔是嗎 對 就像許願池那樣子 對 沒錯沒錯 好你看你看你看 有沒有人家就 你看這樣 有沒有 Yes 啊掉進去了 了解 多少錢都可以都沒有關係 好 我要放開嗎 好放開 來 這樣子怎樣 再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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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等一下 你許那願望是要做幾億的歐元 是不是要不要這樣 我許太多願望 一次只能一個 好 我許好了 不要擔心 好 一個就好 好 成功 我許願望會成功嗎 會成功 真的嗎 對 對 像金珠 許完我2013年的願望之後 我們緊接著趕往中央市場 因為這個專賣當地蔬果與肉的市場 過了中午就陸陸續續收攤了 所以要逛了趁早喔 欸這是什麼 對 這個呢它叫卡拉扯扁 我們在Pizza上面會吃到一種很像那個 它是有一種有點像蛋卡奇色的顏色 然後吃起來很像台灣的筍子 口感像筍子 可是其實 對可是它原本的樣子就是長這樣 喔是喔 對然後像在家裡一般家庭主婦的話呢 他們就是這個直接煮水 然後呢他們吸是這個葉子拔起來 然後就是吸它裡面的那個汁 直接這樣子吸是 對在台灣沒有 很特別 這從來沒看過 我剛剛以為是花耶 不是不是不是 你知道嗎 其實啊我到世界各地去旅行 我最喜歡去的地方就是市場 因為在這裡可以最清楚最容易看到就是 當地居民他們是怎麼樣子 一個生活習慣生活方式 然後最貼近他們 而且我覺得好玩的是 每次在這裡都可以讓我發現 很多很多新奇好玩的事情 對啊 你看一下就是都是 好多東西都是我們沒有看過的喔 嗯 像那個呢那也是菜菜嗎 對那個通常那個就是吃生菜 對啊 好像洋蔥喔 對很像洋蔥 什麼味道 這麼嚇人嗎 它長得很像洋蔥 可是它聞起來味道是八角味耶 欸好妙喔 好特別喔 真的 可惜啊可惜 這一些奇特的農產品 帶不回台灣 只能看不能賣了 哇 這裡這樣豬心豬腰都這樣子賣的喔 欸 兩塊五 很便宜耶 你知道為什麼嗎 你有沒有聽過一代人是不吃 所有動物的內臟的 喔 可能只是某一些部位 對 外國人幾乎內臟都不吃 對 像反而內臟都要賣這樣 喔 很便宜 這什麼 幹嘛啊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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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老闆 超老闆 你害怕嗎 你在幹嘛 我怕 你幫我問老闆說 這豬頭髮在這次有人 會買回家料理嗎 我來問一下他 我在這裡啊 還真的沒看過豬頭耶 不好意思 你怎麼問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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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你怎麼問你 你怎麼問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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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說用烤的 我才給你 整顆豬頭是烤啊 對對對 就我想他跟我講的這個方式呢 應該是一般人來講呢 就是比較主要的一個主法 我只吃過烤乳豬 我沒有吃過烤豬頭耶 我恐怖喔 不要驚訝 不要害怕 我呢 你知道在這個市場裡面呢 有個東西非常非常的好吃 而且非常的特別 非常的有名 別的地方吃不到嗎 而且沒有這個這麼噁心 嗯 那我們直接去那裡好了好不好 趕快逃離這邊 好 帶我去收收金啦 走吧 你要打來吃就是這個 就是這個 你看到台灣吃了沒有 我看到了 它寫台灣同胞 這邊牛肚 這邊牛肚 真好夾 對 牛肚包什麼啊 牛肚包 等一下吃了你就知道了 先賣個關子 我一個問題 你幫我問一下老闆好不好 好啊 你說 它明明是義大利人啊 對 可是為什麼會有中文字 是 它請人家幫它寫的呢 還是是 他們有台灣的親戚呢 還是怎麼樣 為什麼會 會想到是中文在這裡 好 我問一下 請問一問 我想要問一下 把文字寫中文字寫著 但是為什麼要? 因為我剛才想到的是 我剛才睡著 在這裡 我想到這裡 有4個年 我想到了 中文字寫著 我們在圓傳 我也要想到 很好 可是呢 因為他常在這裡吃 吃到已經跟老闆 老闆娘跟老闆 超級無敵認識 然後呢 那老闆就問他說 那你幫我寫一下這樣 所以好吃到已經認識 而且四年 那你想 四年 是不是應該要嚐一下 不只有牛肚包 這裡還有牛百葉 牛肉 等多項選擇 都是肥冷脆的平民美食 這個攤位的第一代老闆 從西元1872年 就開始營業 傳承了140年的好味道 觀眾們看了 是不是口水直流了呢 看起來就是很美味可口 怎麼樣 融化了嗎 我想哭了 好哭 有這麼感動 從這裡面有感受到 濃濃的家鄉味 因為那個牛百葉 滷得好好吃 然後這個辣椒 很有台灣味 我現在在冒煙 我現在整個心頭暖暖都是感動 對啊 太開心了 我好想要謝謝老闆娘喔 好吧 跟他講一下 那個謝謝要怎麼講 就教我一下 謝謝 好 密歇來跟老闆娘說一下好不好 好 跟他講 OK OK 謝謝 我吃飽 蛤 蛤 他媽媽會講好吃飽耶 他會講台語 真的假的 我覺得太厲害了吧 太厲害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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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只有肥冷脆才有的美味 也難怪會受到眾多網友們的推薦 在用完這頓中餐之後 接下來我們要開始走文化氣質路線囉 因為肥冷脆被認為是文藝復興運動的誕生地 如今市中心更在西元1982年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列為世界文化遺產 佳蓉 你看到這座教堂 有什麼樣子的感覺啊 我在義大利這麼久 在每一個城市呢 他的那個教堂都有他一個特別的地方 所以其實每座教堂其實跟我感覺其實都不一樣啦 那你呢 你有什麼感覺啊 我看到這座教堂 我覺得跟我之前去其他國家看到一些教堂 除了呢 很神聖很莊嚴的感覺之外 這個教堂多讓我覺得有不一樣的美感 包括它的浮雕 包括它的裝飾等等 我就覺得 根本它不是座教堂啊 它是一座大型的藝術品展現在那裡 那你知道這座教堂啊 它特別的地方就是為什麼這麼有名嗎 有名的是它那個圓頂教堂 我知道 知道了嗎 你講到圓頂那我知道了 肥冷翠啊最有名的一個教堂就叫做百花聖母大教堂 它最有名的地方最特色的就是你剛剛所提到的圓頂 沒錯 因為啊他們說在當時在建造的那段時間就是 其實當代的那個技術 還沒有到達非常的純熟 所以呢其實是見不出這麼高難度的圓頂的 所以整個工程前前後後做了一百多年耶 一百多年 所以你就知道這工程有多傲大 可是你現在都只是看到書上啊 福電上 是不是很好奇 對 好 而且我要告訴你 你剛剛shopping了這麼久 現在沒錢了對不對 是不是很想進去看 那告訴你一個好消息 看這座教堂 不用錢喔 百花聖母大教堂 可說是粉冷脆的地標 也是世界第三大教堂 可容納兩萬個人 教堂內部圓頂會有十六世紀畫家 喬爾喬瓦薩里的作品 末日審判 置身下方抬頭仰望 更能感受教堂神聖、莊嚴的氛圍 除了教堂本體的建築之外 正對著教堂前方的聖喬凡妮、洗禮堂 歷史比教堂還要更久遠 我們現在在這個洗禮堂前面 然後呢 你也知道我錢都花完了 所以 沒有錢請導遊 但是有跟你說 辦法是人想出來的 所以呢 我們也跟著一起 同聽了一下 參加了別團 聽了一下別人的導遊說的東西 這座洗禮堂呢 它主要有三個大門 然後這三座大門上面呢 都有這個青銅座的浮雕 然後最特別最特別的這一座呢 就是我們現在背後 最多人圍觀的這一座 它就是東大門 因為呢 這座東大門呢 被米開朗基羅大師 譽為通往天堂之門 那為什麼他會呢 被米開朗基羅大師這樣認為 是因為傳說啊 只要通過這一扇門呢 就可以消除業障 感覺天上有一道光剩下來了 感覺有沒有 對 而且啊 我覺得更厲害的是 不像那個北大門跟南大門 這個東大門呢 它每25年才開一次喔 哇 所以我剛剛聽到了 他說下一次開這一座大門的時間 是西元的2025年 欸 那我們這樣13年後 我們在有生之年還可以有機會來啊 有生之年 有生之年 有生我們來打個勾勾好不好 我們就是約一下 就是13年後啊 我們再回義大利來相見 然後 正來正 我們一起來走這個 通往天堂之門 好不好 妳覺得這樣還不賴吧 OK 對 好厲害喔 除了西里堂之外 在教堂旁邊 還有一座高85公尺的橋托中塔 可以讓遊客登頂 俯瞰整個肥冷脆的美景 鐵腿了 天啊 我覺得要上來啊 這一切都是值得咧 是吧 可以在這裡看到整個肥冷脆的美景 我們剛剛看到那個 百花聖母大教堂 慢慢說 不要再喘了 那個塔頂啊 它是以非常非常完美的八邊形 來蓋成這個圓弧狀的屋頂欸 喔 這個技術真的不簡單 還怪要花一百多年 連那個米開朗俱樂大師 後來啊 在羅馬聖筆的大教堂 掉了一個比這個還要大的 那個圓弓的屋頂 還自己覺得說 自探不如 比不上這個 也比這個漂亮的 百花聖母 對對對真的 很棒 什麼呀 六歐值得吧 我跟你說 這裡除了我們剛剛看的四集啊 很多教堂 還有一個 廣場 喔廣場也很高 而且你看現在又夕陽 我看啊等一下要下山了 我們呢 在下山以前呢 趕去那個廣場 你要帶我去看漂亮的夕陽嗎 我去看一下有沒有看到那個夕陽 好不好 好好好 那 走吧 我要在下414街 下山OK了 快快快 家榮要帶我們去看夕陽的地方 就是具名的米開朗基羅廣場 因為廣場位在山坡上 除了夕陽之外 這裡的日景夜景也都是一絕 所以很多人說 這裡是肥冷脆最美的風景 家榮不是說要帶我去什麼米開朗基羅廣場 人啊 怎麼來到這裡就不見了 我找到一個完美男人 我帶你去見他 啊 我跟你說 你來義大利啊 不是遇到這麼多男人 然後都對你唱情歌嗎 嗯 我跟你說 如果你有辦法讓這個完美的男人 對你唱情歌的話 我 我 好 我說給你 賭這麼大 對 真的假的 那 那我趕快補妝一下 真的嗎 嗯 我這樣可以嗎 我看一下 可以 可以可以可以 出一集了 沒一集了 好 那走吧 我太好了 我準備好了 帶我去 這樣好 請看文女男人奶池 家榮 你給我裝孝偉喔 他要是會開口對我唱情歌的話 換我隨便你 哈哈 好啦好啦 可以開玩笑的啦 好啦 我帶你來這個呢 米開朗基羅廣場啊 其實呢 是要帶你看呢 最具代表性的代表作 你知道他是誰嗎 哼 想考我 我知道 米開朗基羅廣場 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就是 大衛 耶 米開朗基羅 他真的是非常非常厲害的一位天才 他年紀輕輕 在26歲的時候 就雕塑了大衛這個作品 前後呢 花了大概三年多快四年的時間 他是依照聖經裡面的大衛啊 來做這個的 他當時呢 就是很從容很輕鬆的拿著石塊 一個人去面對 大家都不敢要面對的巨人 看來你的汗很少啊 是不是 很快的夜幕低垂 肥冷翠變身為披著黑霜的名字 有著名義用的優雅情調 平順秋波 讓人足足忘返 不過 光看美景 只能滿足心靈 胃口的滿足 還需要靠美食的 賈榮說 今天晚上 他特別安排了一家肥冷翠有名的餐廳 又只能吃 也還能看喔 優雅 剛剛看那邊這樣 超級棒的那個烹飪秀 怎麼樣 肚子餓了吧 我剛剛一邊看他做 我覺得我口水一邊都要流下來了 我也是 欸 可是這道菜叫什麼名字啊 這一道菜呢 叫做 塔塔利比沙巴蒂尼 沙巴蒂尼呢 是這一家店的那個名字 然後但是 等一下等一下 重點來了 這一道菜呢 在肥冷翠是非常非常非常有名的 這裡有吐司 要配著它 喔 它包在上面 這樣 對 好香喔 很香喔 因為我剛剛本來擔心啊 生的牛肉會有點肉的腥味 沒有 完全沒有 OK 哇 怎麼樣 我覺得 現在好像在做嗎 這東西真的很好吃耶 很好吃對不對 你完全吃不出來它是生的 然後呢 它有 生牛肉的那些軟嫩 但是它的那個調味 卻讓你覺得 完全吃不出任何的肉腥味 或者是吃不出它是生的 然後你再配上這個 烤的脆脆的熱的吐司 這個 軟的跟脆的合在一起的口感 真的很難形容耶 你趕快吃一下 你吃到啊 吃到肥忍菜最有名的美食 就不能不提大牛排了 蛤 光那麼大吃牛排拿出來的時候 已經讓我口水直流囉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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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已經曝不及待想要吃了 好的食材啊 真的不需要過多的調味 剛剛師傅從頭到尾什麼都沒有放 只撒了一些鹽巴而已 對對對 好好吃喔 真的很好吃對不對 那我們可以收工了嗎 你可以讓我專心吃嗎 好好好你要拍就拍吧 我不管你我要吃東西了 先賞美景 再享用這頓美食 這夜的肥忍萃 真是一個心滿意足的感覺 我想今天晚上 一定會是個美夢 陪我一起入眠 對阿 你看那裡 很高的那裡 你記得那是哪裡嗎 記得阿 昨天你帶我去那邊 尋找我的完美男人 David嘛 對不對 開朗基羅 對阿 你朋友啦 欸 幹嘛 那換我考你囉 那裡 那裡 那裡你知道那是什麼 那裡 舊橋阿 當然知道阿 那你知道舊橋有什麼故事嗎 故事 阿不舊很舊的橋嗎 我跟你說 昨天呢 因為我從上面阿 看到下面這一條河上面 有好多條橋 所以我就回去上網 查了一下 這條呢 叫做阿諾河 當初啊 就是義大利亞 在這個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啊 所有這條河上面的橋梁 都被德軍炸毀了 只剩下這一條橋 沒有被炸 為什麼 傳說 傳說 是希特勒下令 不能炸的 不可以炸 我在想喔 嗯 可能是因為 希特勒的小山 住在上面 哈哈哈哈 你也太好笑了吧 小山咧 好啦好啦 不要開玩笑啦 欸 我是真的要帶你去那一座橋啦 但是呢 重點是 你知道在那一座橋上啊 有很多很特別的店 我喜歡 快點 快點 走啦 舊橋又名為齊澳橋 鑒於西元1345年 是肥冷脆最古老的橋樑 橋上的兩邊店家 最早是以販賣生鮮蔬果肉類為主的 如今已經被販賣寶石 和貴重金屬的商店取代 這次交融帶我來拜訪的 就是其中一家 零器店 哇 真是眼花撩亂耶 是哈 我跟你說你知道這是一家那個百年老店 代代相傳 欸 交融 嗯 有個問題 像你在義大利住了這麼久啊 你會發現一件事情 嗯 其實這個中國人呢 這把這些銀器呢 用在一些裝飾的部分 嗯 比較少呢 是用在生活上 可是你看 歐洲都把它用在 竹台啦 湯匙膏子啊 高叉啊 等等的 生活用品全都是用銀器品耶 對啊 在義大利就是一件很普通的事情 傳統 就像他們這電子的銀器啊 都是那種機器做的 還是手工做的 很好奇 嗯 有很多的東西 你會看到 有很多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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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像這樣啊 這個就是手工的 手工的 對 幾乎呢 我們看到百分之九十呢 都是手工的 但是百分之十呢 比如說像他剛拿出這個湯匙來呢 對 就是用機器的 歐洲人開始使用銀質器皿 是在13世紀文藝復興時代 從肥倫翠開始 傳到歐洲各地的 不過 如今手工銀製品 已經漸漸的由機器生產所取代 在這家老店二樓小房間內的老師傅 也只能用手 緊抓著打磨銀器的機具 讓這一項工藝 不隨著時間而流失 離開舊橋後 佳龍說今天的行程 是百年老店巡禮 接下來他帶我去的老店 是很多旅遊書 還有網友都推薦過的地方 嘿嘿 欸 你不是每天都一直說要吃冰淇淋 我不是跟你講說有一家呢 很好吃 就是我們就是這一家 沒錯 欸欸欸 雖然你帶我來百年老店 但你不能隨便就點個什麼 香草冰淇淋 你就要打發我啦 我真的義大利欸 太普通了 你住義大利還我住義大利 你啊 那就對啦 我告訴你 白色這個呢是 是米 米冰 然後另外這個黃色呢 是那個 我跟你講這兩個味道呢 是這家店有名的 你試試看 驚艷了吧 我真的吃到飯耶 是啊 這個空間真的太神奇了 真的有米粒在裡面 然後呢 那感覺很像是 你去吃飯 有鍋巴有沒有 鍋巴很硬是嗎 會黏牙嗎 但是這個 是軟的鍋巴 真的很特別耶 還有什麼香草牛奶耶 那你試看看另外一個 哇 這個有米粒口感的冰淇淋 實在太神奇了 純義大利 大概找不到第二家吧 有機會來到肥冷脆的話 一定要來嘗一嘗 只不過這家店不太好找喔 來之前一定要做好功課 美吧 這是這裡啊 哇哇 好漂亮喔 是吧 這個是傳說中的天空之城 天空之城 到底是怎麼形成的 為什麼它也叫死城呢 稍後更多精彩的內容 發現地中海 馬上回來 哇 這個是甜點店嗎 對啊 滿滿的都是耶 這跟我們在台灣看到的甜點店 就不太一樣 不一樣齁 台灣的甜點店比較樸實 哈哈哈哈 這一家糖果店 是由三個姐妹共同經營 布置的像是童話故事中 糖果屋一樣 色彩繽紛 讓人眼花繞亂 不過在眾多的糖果高品中 最引起我注意的 就是Biscotti了 因為這裡的Biscotti 有許多像是小紅莓 橘皮 和果等等不同的口味 是我在台灣從來沒有嘗過的 這就是她招待招待我們的 真的謝謝你耶 謝謝 她說叫你我們等一下 她說呢吃這個東西呢 就要配這個酒 在義大利 這是一個很傳統的一個吃法 真的假的 是的 我吃這麼久的那個Biscotti 我只有配過咖啡耶 我從來不知道 Biscotti這種餅乾可以配酒 是的 哇好香喔 融化了 我要醉了 但是不是真的被酒喝醉 是 有這個美妙的感覺 難道我要陶醉了 嗯 欸 非常非常的match 很融合 你一點都不會覺得 酒跟甜點跟餅乾 怎麼會是要配在一起的東西 所以你在台灣沒有這樣吃過 從來沒有 那台灣吃的餅乾是配 咖啡或配茶 或者是單吃 從來沒有配過酒耶 完蛋了 這個酒真的要好喝了 這一間糖果店 就在百花聖母教堂旁 外觀非常的醒目 有機會到百花聖母教堂參觀時 也可以順道來這裡 買一些伴手禮喔 嗯 剛剛那個三點 那前年見老闆娘更好 哇 吃得滿嘴都是 請問我是那個煎糕子 為什麼是巧克力耶 好開心喔 有這裡還有這裡 哈哈哈 幹嘛 等一下 嗯 不是 這是起司 對啊 起司味啊 有聞到這個味道 嗯 很熟悉的香味 嗯 我有一個朋友啊 身上啊 就是那個香水味 好香喔 香水味 哇 不會啊 嗯 超皮塞喔 什麼的 對啊 我就是要帶你去附近啊 這裡有一家那個百年的香水老店 就在這附近 真的嗎 你真的是鼻子超靈的耶你 就是這個味道 趕快帶我去 在這附近而已 前面一點點 走走 我們去那邊 走吧 走吧 哇 我好像看到我朋友了耶 嘿 多多了 你好 怎麼回事啊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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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高興認識你 你叫你的名字嗎 對 你的名字 很高興 這是你的日子 歡迎來這裡 謝謝 歡迎來這裡 歡迎來這裡 話說西元1533年的時候 人倫廁的梅迪奇家族 她的女兒凱撒林 要下嫁給法國國王 亨利二世的時候 聖塔瑪利亞諾維拉製藥廠 我可以說 請問女兒 什麼印象 她說呢 這就是呢 她要帶我們來的一個 一個那個薩拉隊 她問說 你有什麼感覺 這樣第一次看到 我沒有辦法想像就是 只是一間香水藥妝店 看起來年代很久遠耶 你知道她原本就是 是製作製藥的啊等等的 那時候只是 對 就只是這樣子的一個場所而已 她的時間呢 是1220 就1200左右 對 所以你想看看 哇這多久了 而且你現在看到 這所有的建築物呢 對 全部都是原始的 原本以為來這裡 是參觀香水製作過程的 沒想到 我們在這裡 看到的是他們 對古蹟維護的用心 一絲不苟 令人感動佩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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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問說 你知道這是哪裡嗎 這裡 該不會是 他們在製作那些藥妝啊 然後 騷擾的地方嗎 其實我雖然跟認識 我也第一次來 我問一下 不好意思 那哪裡我們 我們在下層 我們在下層 這兩棟 這兩棟 是 這兩棟 是 你從前面看過 是 是 一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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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小姐小姐 你知道我們 站在哪裡嗎 我們家的屋頂上 而且我們剛剛看 就是它主要的那個 上面那個圓頂啊 我們現在在它上面 我就是這個在上面 對啊 我們踩在這1000多年的屋頂上 我的天啊 我的天 我覺得我現在 小力一點 等一下踩垮了 我現在有要穿越的感覺 他說安全的啦 沒有問題啦 那你盡量踩吧 來到這裡 就像是進門 做香水博物館一樣 即使你對藥妝品沒興趣 也非常值得來到這裡參觀 不過 購物是女人的天性 對我來說 入寶山 怎麼能夠空手 走而回呢 在粉冷添兩天行程 給我的經驗就是這裡 超好吃 超好買 超好逛 絕對是一個值得一遊的地方 不過按照行程 終去一別 下一站 我們搭上了火車 來到離羅馬一個多小時 車程的城市 Oviato 現在 是早上七點多 天還沒有全亮 加龍大島 加龍大島 就要我起床 為什麼呢 Oviato 就是一個慢火城市 所以 什麼都要慢啊 我現在 我現在 講話也慢慢 走路也慢慢 走路也慢慢 是不是 起床也可以慢慢 睡覺也可以慢慢 你在幹嘛 老闆說我們的車 7點50 現在已經40分了 我們要趕快跑步過去啊 可是我話 還沒有講完啊 好 又下雨了 我最痛恨的天氣 哎唷 加龍 一早就下雨 妳昨天妳是帶我 來到什麼什麼 Oviato 這個地方 看一看Oviato 妳一到早 妳要帶我坐車啊 那個 我們要看Oviato 是 我要排在下午 是我們下午的行程 現在早上呢 我要帶妳去 班尤雷酒 嗯 我跟妳說妳知道 我們現在先上去啊 是因為 到班尤雷酒的車呢 非常非常的少 我們現在坐的這一班啊 是7點50吋的這一班 嗯 妳知道下一班要等多久嗎 一個小時喔 一個小時 都等到中午了才有車 嗯 所以呢 妳知道上面 超足的美 人家稱為他 叫天空之城 哇 啊 美吧 就是這裡啊 哇 好漂亮喔 妳不覺得 這個地方 看起來真的很像 在卡通 或者是電影漫畫裡面 才會出現的場景嗎 是吧 這就是傳說中的天空之城 啊 欸我可以想像啊 如果他現在周圍 有漁煙遼繞在旁邊的話 那真的這整座 就好像浮在天空中的城一樣耶 難怪叫天空之城 對啊 那不要一直在這裡看啊 走啊 我們進去啊 呃 我覺得 其實我們從這一頭看過去 應該 比較漂亮 應該在這邊看就夠了 所以 所以就不用過去啊 我們有行嘛 好長這樣 你看那個橋那麼長 哎呀 這就是鐵鐵一大一隻鹿喔 欸 走一下下而已啦 很近 只要看它這樣那麼長 一下就是到了 走啦走啦 走啦 走啦 都來了 從這裡看過去天空之城 像是要翻山越嶺才能夠到達 其實走起來並不遠 後來回程的時候我們才知道 從市中心有公車 可以直接到達橋頭 能夠省去一大段路程 走 這樣 蛤 你知道今天是幾月幾號 今天 12月21號 那你知道今天什麼日子嗎 什麼日子 喔 你說要 2012 不是不是不是 不是 你知道2012年的12月21號 嗯 是這個瑪雅預言的世界目 嗯 等一下 等一下你說什麼 世界末日啊 世界末日 世界末日 嗯 是今天 你在世界末日帶我來這個天空之城 是為了要讓我更快更接近天堂嗎 可是如果就算是的話 我覺得 我要通往天堂的路好寂寞喔 剛剛又可以走了 嗯 這整整一城 感覺死氣沉沉的 好像沒有半個人 欸 你說對了 這裡呢 還有另外一個名字呢 叫做大英燈 因為呢 人口呢 漸漸漸漸的呢 往外移 聽說現在上面好像只剩十幾個人 不過啊 詳細情形其實我也不知道 我們看這邊找個那個當地人問問好了 相信很多人停到天空之城 就會聯想到宮崎駿的動畫片 有這麼一種說法 宮崎駿天空之城的靈感來源就是這裡 加上近期 日本也有部賣座電影來到這邊取景 所以你來這裡會遇到很多日本觀光客 啊 你看625 啊 你看625 我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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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他說呢 大概就終於自馬一千兩百年的時候 其實從這裡 我們剛剛走進來 不是有一個那個 像狗門的那個 對 其實呢這樣過去呢 他是整個 全部都是巴尼泥寺 這個城市 整個都是房子 對 對 但是呢 因為經過一次的地震 那地震以後呢 就旁邊我們剛剛看到的 就全部 塌陷 都沒了 只剩這裡 還沒有地震的時候呢 在這個城鎮上面呢 總共有12座教堂 喔 12座教堂 可是現在呢 只剩唯獨這一個 對 這是唯一的現在所剩的一個教堂 再傳說 唯市在末日這一天 聽到這個故事 還真讓我感觸良多呢 你看這些老照片 看早期啊 只是那種早出來的石子路 你看 還是馬車耶 你想想看喔 當初 設整了城有上百個人 到現在只剩下 5個人 對 剛剛那對老夫婦說5個 然後剛才那位老太太 她是說 到了這個 40年前 才把現在這座 我們看到剛剛走過來那座橋 把它給鋪建出來 哇 她放這個音響真的太硬盡了 喔 怎麼 我們這時候一定要來清清一下 進世界末日一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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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eutron 沒有太多的時間待在這裡趕上 我們趕著回到Oviato 開始下午的行程 哇 家榮 喂 我們昨天晚上來到這個Vieto的時候 已經是晚上了 對 可是呢 我們要來旅館的路上 我看到這座教堂 我覺得 欸 好壯觀喔 我沒有想到 Vieto這麼小的地方 會有這麼大的一間教堂 真的很漂亮喔 對 現在白天看 哇 我更厲害了 這座Vieto大教堂 在義大利是和肥冷脆 百花聖母大教堂齊名的 最漂亮的兩座哥德式教堂 光是設計 就花了30年的時間 施工 更是歷經了三個世紀 前後動用了數百位建築家 雕刻家 工匠和畫家來完成 站在它前面 你也不得不承認 這座教堂的壯觀與氣勢 不過 教堂內不能夠攝影 所以我們就不帶大家進去參觀囉 我們要開始來漫步 這座萬火城市 我覺得這次 遇到一個非常好笑的狀況就是 我們到了這個Ovieto這個身為 漫城的城市裡面 我們訪問了在當地出生長大的當地人 他們都不知道他們的這個城市被稱作漫城耶 我覺得可能呢 是因為他們從出生以來一直到長大成長的過程中 都是處於像這種很優先很慢的這種生活方式 所以他們沒有這樣子的感覺 他們不知道他們自己被稱作漫城 但是相對的也讓我們自己想到了 我們是不是也應該在適度 停下腳步來慢慢的去感受 關心我們身邊的人事物還有環境 不然可能會忙到最後會發現 你到底得到了什麼呢 好多這個手動彩繪的產品喔 欸佳妮 我之前在書上看啊 說Ovieto這個啊是一個慢活的城市 嗯然後這個裡面呢也有很多這個藝術家 或者是一些那個就是他們都是用手工自己製作的 現在讓我看到了耶 你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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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 對 由於回到Ovieto的時間太晚 所以還有些地方沒去 我們就要離開這裡前往羅馬了 而且佳妮有要事必須先走 所以今天也是我們和佳妮離別的日子 可以說你不用擔心 因為我知道你就下一個人啊 然後你就遞在這邊 MT 所以其實呢 我早就幫你準備好神秘禮物 嗯 神秘禮物呢加神秘嘉賓 而且很重要的是 它是綜藝混血 佳妮 我就知道你真的是我的好朋友 那開心一點喔不要難過 好 那抱抱一下親親一下我要走了 喔喔喔喔喔喔喔 送君千里 終須一別 不過 讓我好奇的是 究竟在羅馬等我的 會是誰呢 下一集發現地中海 出發前進羅馬 看羅馬如何不是一天造成的 又是如何條條道路通羅馬 精彩的內容千萬千萬不要錯過喔